上次我不是干了两个老外的腰子嘛 但是光干腰子是不够的 我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拆老外的基地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勘察 胖爷频繁出现意外 碰见老外的地方 是在A0商店这一大片区域 上次炸我汽车的嫌疑人 也经常在这边区域活动 所以他家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在这边区域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一栋疑似嫌疑人的基地 能有闲置的材料做炸药 并且在商店门口卖泪 首先这个人的装备物资就不会差 其次他的基地也不会太寒酸 看这个家的规模 至少是三人小队才能建的 外墙全部都升级成了混泥土 而且这种敢流门的基地 我以为肯定已经买买了地雷 我都不敢靠近 这家我现在想拆肌肤部分的 主要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拆 所以先擦个眼 等胖爷下次回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基地毁灭的时候 不过嘛 这物资我现在也不是这么容易弄 第一我没有车 发育就要比别人慢的很多 第二我所身处的区域老外非常多 有物资的地方基本都被别人搜过了 我就只能减减破烂 这不我刚到这个镇上 这里又是被搜刮过的痕迹 而且这里有人 我打算悄悄靠近 嘎他腰子的 结果我看了看他 这真的是个穷鬼啊 虽然胖爷喜欢嘎老外腰子 但是也有三不打原则 不打同胞 不打新手 不打妹妹 这家伙一看就是个新手 所以我就放过了他 但是嘛 他老跟着我 我警告他还是依然跟着我 真的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关键跟他说话没有任何回应 我也搞不懂他到底想干嘛 我寻思着他应该想要点东西 然后我就把喷子给了他 想打发他走 毕竟这枪没有子弹 耐阻度又很低 肌肤属于废品 结果我还是大意了 他竟然有子弹 哎呀 我的发 我是恨不给自己狠狠的两巴掌啊 竟然做出这么智障的行为 反被老外宣兵夺住 我看他应该是没有子弹了 所以才被上师追着跑 我打算跟上去补刀 把他给弄了 但是这老外把我整不会了 我没想到他还有子弹 而且他并没有要弄我的意思 我让他把枪还给我 他还真就给了 看来这老外战胜能处 于是我扒了自己的内裤做布料 给他治疗伤口 看着他那寒酸样 连个背包都没有 我瞬间母爱爆发 又给他做了一个小书包 然后我打算再做一辆推车 让他当我的奴工 帮我推车进货 结果 他倒是挺刺激的 一屁股就坐上去了 合得我是在感谢他的布杀之恩 变成我给他打工了 然后轮到他推我的时候 画风就不对了 主要还是因为他太瘦了 推不动我 推的两下就把自己给泪晕了 哎 这孩子他是哪来的勇气 玩PVP服的 我估计他应该是恶 所以准备进树林 搞点野味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熊 我计划靠近点再下手 他倒好 你别说 这老外友是真的上啊 但是他不知道 这样是打不到猎的吗 根本就追不上动物啊 我也脑子秀的 跟着他一股劲的追 然后我本来就跑 跑的就满 我是被这个老外气得 差点脑穴酸都要爆了 这狼他一下都没打到 或者他眼目呢 我以为他舔了我背包就走了 没想到他竟然在这里等着我 这一下把我感动了 毕竟龙虎与蛇的故事 我经历了太多 为了嘉奖一下 他刚刚的英勇行为 我一定要给他 找一点吃的犒劳一下 给他弄点蘑菇吃 这蘑菇吃下去的话 特别上头 你别说他还真听话 说吃就吃 这孩子已经开始自闭了 他应该开始上头出现幻觉了 已经开始手无主导了 你们好奇他为什么会增援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再按增下去的话 我深怕他怀疑人生掰了自己的脑袋 于是我让他喝汽油吹吐解毒 帮老外解完毒之后 我觉得这人还蛮靠谱的 又听话又好玩 所以我打算带着他一起发财 先来工厂搞一波 主要是来找螺丝刀的 但是嘛 接下来出现了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幕 стал恋二声 就杀了 做了 骤 ent 放鬆 放鬆